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川普又要对中共增加关税了 第二件就是郭文贵又在胡扯 说香港要实行戒严了 先谈第一件 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 这一轮是在上海举行的 刚刚结束不久 这一轮谈判非常的短暂 没有达成任何的结果 对此川普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结束以后不久 川普就发出了连续发了几条推文 历史中共过去不遵守承诺 不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的等等事实 然后呢就在昨天他就宣布 要对中共出口到美国的3000亿美金的商品 增加10%的关税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 当然是非常具有震撼力 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 那其中有一种意见 以明镜的老板和平为代表 他认为这是川普 现在等不及了 基于要想和中共结束贸易战 要达成贸易协议 所以说呢 才用这种手法来向中共施压 那为什么呢 他给出个理由是 贸易战这么持续下去 对中共的损害不大 在中国损害 受损害最大的是农民工 而在美国呢 对川普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因为贸易战这么打下去 一定会抬高美国的物价 然后呢 引起通货膨胀 引起这个工薪阶层的不满 而这批人正好是川普的支持者 那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没有道理 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那现在美东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在中国方面受到影响的人 那可以说是全面的 每个中国人都受到影响 那农民工是不是受到影响最大呢 绝对不是 不错农民工受到了冲击 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但是呢 对他们来讲 这只是短痛 失去了工作 他可以回家 到土地里面去刨石 能够维持生存 而如果是贸易战不发生 或者是提前结束了 中共按照过去的这个手法 持续的这么发展经济 那对农民工来说那是长痛 因为中共发展经济 就是靠人为的压低工人的工资 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 不给他们提升工资的这种机会 不给他们提供任何的这个福利 那么农民工呢 就必须在工厂里面 在半军事化管理条件下 做着奴隶的工作 长期的忍受加班加点 但是呢 得不到任何的 得不到真正的这个福利待遇 得不到真正的这个生活的改善 几十个人住在一个这个集体宿舍里面 然后长期的加班加点 最后他们得到的工钱少得可怜 仅仅是足以维持生存而已 根本没有办法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现代人的生活 那一旦他们这个工厂倒闭了 或者他们老了被工厂开除了回家的时候 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而他们为此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他们的家庭不得不分离 他们的孩子得不到照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长痛 而长痛呢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不如短痛的 那现在贸易战继续打下去 越打得激烈越好 最后很多人失业 大家失业的这些人回乡之后就抱团了 最后当生活困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共识 这是中共他们的这个体制所造成的 最后他们就会走上街头 然后一大批人走上街头 就会动摇中共的基础 而这个贸易战这么持续下去 中共他的这个收入是会持续减少的 大量的外资撤离 大量的企业倒闭 大量的人口失业 那么这对中共的这个财政状况 是形成巨大的压力 而中共过去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了 或者是经济倒退了崩溃了 他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老百姓呢就会群起而反抗 这就会极大的威胁他们的政权 所以说真正的受到最大压力的是中共 而不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现在呀很多老百姓 就认为这个川普动手太慢了 太磨成了 为什么只增加25%的关税 为什么不是50% 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 现在很多老百姓明白人 他们已经有一种要和中共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同归于尽的这种心态了 欲辱皆亡的这种心态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感受压力最大的是中共 而不是川普 在川普这边他根本没感受到压力 川普也一再的表示 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 大家去看看数据 美国的股市不断的创新高 美国的就业率不断的创新高 而美国的通货膨胀 现在是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过去这一年多时间 最高也不过2% 大多数时间是有百分之一点几 而物价上涨也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在上一个月只有0.1% 所以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 美国经济现在是处于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水平 这个时候川普他是完全没有理由着急的 而且呢 中共在贸易战当中过去是针对打击的 定点打击那些支持川普的那些阶层 比如说中西部的农民 但是现在农民对川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从这个收取的大量的关税当中 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呢 去补贴这些农民 所以这些农民呢非常高兴 所以川普现在根本不急于结束贸易战 不急于跟中共达成协议 从过去贸易战的这个过程来看 川普是步步为营 一点一点的向中共施压 比如说去年7月份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把340亿美金的商品 关税提高到25% 等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到去年9月份 他才对500亿美金的商品提高关税 又等了大半年 他对另外2千亿美金的商品提高关税 又等了4个月 9月1号 他才会对另外3千亿美金的商品 把关税提高到10% 他是一步一步来 他不是真正的一刀毙命结束中共 为什么他不一下子把关税提高到45% 或者更高呢 这是因为他要给在中国做生意的那些外资企业 要给他们预留出时间 让他们有机会撤回到美国 或者是撤退到东南亚其他地区 而且他要给美国 或者是其他全世界的这些供应商 这些购买中国廉价产品的这些供应商 给他们时间找到新的卖家 他要重塑全球的产业链 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了 那么川普就会下毒手下狠手 对中共一刀毙命 一次把关税提高到45% 甚至是更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有的在中国做生意的那些厂家那些商人 尤其是港商和台商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定要懂政治 在这个时代做生意 你如果是不懂政治 不仅仅是现在赚不到钱 过去赚的钱都会赔进去 这就像在中国49年时候的那个情形 差不多 你如果是政治判断错误了 留在了大陆 那么等待大家的不仅仅是财产的损失 甚至是有可能是人生的伤害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撤出中国大陆 那么等到这个中共 被这个贸易战击垮了 等到中共政权垮台之后 中国成为民主国家 重建了这个真正的自由公平的自由市场经济之后 那么大家再回到中国做生意 那个时候中国那就是遍地是黄金 到处是机会的一个真正的做生意的乐园 所以那个时候再回去重建中国不辞 现在一定要先撤出来 现在来谈第二件事情 就是郭文贵又在胡扯说香港要实行戒严了 他想恐吓香港人 那香港会不会戒严呢 当然不会 香港现在反送中的形势是一片大好 这首先呢是香港人民给力 我总结出啊 香港人现在的这个反送中运动有四多嘛 第一个就是参与的人数多 最高的游戏人数达到200多万 第二个呢就是参与的阶层多 如果是人数很多 但是同来自同一个阶层 那会引起社会的风化 那现在香港人是空前的团结 各个阶层都在参与 过去那些不大参与抗争的阶层 这次都参与了 比如说香港的公务员街神今天就在香港集会了 有四万多人参与 还有香港的这个总商会都已经发出文告了 总商会下面呢 有一万多家这些这个公司和这个企业 那还有香港的这个航空界的 还有香港医护界的 还有好多这些专业人士的这些团体 他们都支持反送中了 这是第二个多就是参与的接场多 第三个多呢就是抗争的形势多 那不仅仅有普通的传统的这种游行示威 而且呢还有包括冲击立法会包围立法会 包围这个警政总署 还有包围这个中联办 还有啊到尖沙嘴 到大陆游客比较集中的那些地区 向大陆游客宣传反送中的这个真实的消息 所有这些抗争形势都给中共给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相当大的压力 第四多呢就是抗争的地点多 不仅仅是在港岛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中心 而且是发展到九龙 现在又发展到兴气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到处都有抗争 这就让香港的这些警队呀 咱们疲于奔命 大家只要这么坚持下去 大家只要有和平的方抗争的方法 一直坚持下去一定会把警队的士气拖垮 那么拖垮了之后会出现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就是警队消极代工 大家都打不动了就不干了 第二种呢他们就是干脆参加到反抗阵营里面 和这个人民站到一起回归到人民 最有可能的就是这种形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撑下去 只要这个抗争行动这么持续下去 那么中共他们如果是施食物的话 他一定会向香港人民让步 一定会同意这次反送中运动的一部分的诉求 甚至是全部的诉求 如果是他们不施食物 不答应不让步怎么办呢 不要紧大家苦撑待变 因为现在中国国内形势啊 对中共相当的不利 国内的老百姓现在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 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 很快就会爆发 大家苦撑待变 到时候香港就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头人 到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香港 而是整个的中国 那么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中共当然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他会采取很多种方式 现在的实际的镇压的方式他们已经不多了 现在呢 主要是采取恐吓的方式 那中共啊 他就是要恐吓香港人说 我们要派军队进城了 要进行学习香港了 要在香港实行戒严了 会不会呢 绝对不可能 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我告诉大家 首先他如果是戒严的话 一定会引起国际社会全面的制裁 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贸易战的问题 那是全面制裁的问题 全面禁运封锁的问题 那就会把中共的整个的经济体系 瞬间的就给他压垮 这是中共不能够承受的 而且呢 香港是中共的 钱袋子是中共各个派系 中共所有的这些高官家族 他们洗钱的一个通道 如果是香港最后一个通道被堵住了 那么最后那些中共内部的那些派系 他们自己就会乱成一团 他们就会形成内斗的白热化公开化 就会举行政变 那么政变一旦开始呢 他又会激发出民变 那么整个社会的变革就不可阻挡 所以说呢 中共他根本不敢派兵到香港 根本不敢在香港实行戒严 正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在香港实行戒严 更不可能血洗香港 所以说他们呢 就一定要更是要做出这种架势 做出这种宣传 这就是宣传战 这就是心理战 他们就是想通过恐吓 来让一部分胆小的香港人呢 不敢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甚至是让他们呢 去反对那些勇敢的抗争者 这样不就达到了不仗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了吗 那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中共已经全面的启动了 他们的这个宣传系统 要对香港人展开这种心理战 首先是这个广东地区的 这个大学的讲广东话的这些五毛 他们已经被全面动员起来了 要到香港的社交媒体和其他的网络平台大肆的宣传 再继续抗争下去 解放军就要进城了 所以要大家一定要克制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动员了很多推特上面的这个五毛 马甲现在已经动员起来了 大家去看看很多新上推的 那关注量是0或者只有几个的这些推特马甲 现在也在大肆的宣传解放军要进城 要血洗香港的消息 那第三个呢 就是像郭文贵这种啊 这种啊身份不明的这些人呢 也在帮共产党进行宣传恐吓香港人 郭文贵从反送中运动之初就说 哪天哪天解放军要进城了 结果没有进城打脸了 现在又在顾忌重施 那他不怕打脸吗 他还真不怕 因为呀他没脸 那还有一个呢 他这个人呢 虽然是不学无术啊 中学没毕业 140字的推文都写不清楚 到处是标点符号 甚至语法错误 但是呢 他心事啊 还是挺多的 那小心事挺多啊 阴谋诡计挺多 他做这种举动啊 他还是想着啊 一箭双雕 首先呢 如果是万一啊 军队进了城了 那他这个预言成功了 那他成了预言家 他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因为他每天都在说预言 每天说很多的预言 那其中总有一条两条给碰对的 那这条预言呢 虽然我们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是呢 从他的角度来看 这种投机者的角度来看呢 他说有可能啊 万一发生了 那我不就成了厉害人角色了吗 不会引起各方的重视了吗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不发生呢 他也有的说 那现在呢 已经有他的这个小蚂蚁 可能是受到他的授意 已经在这个网上面说了 那文贵先生啊 只要把这个一公布 那中共就不敢出兵了 那中共啊 就会啊收敛了 那这又变成他的一个功劳了 当然这一步说起来的非常的可笑 中共要仰在香港实行戒严 难道那他怕郭文贵啊 提前两天宣布吗 不会的 他一定会是提前很 他自己会提前很中天宣布的 那这就是啊 郭文贵的这些如意算盘 最后会不会成功呢 那这就要看大家的智商了 那总是有一部分人呢 智商不足的 会被郭文贵这种人啊欺骗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民啊 在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下 那已经这么多年了 一定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分辨力 不会上这种小人的当 所以说希望大家继续抗争 一定要持续下去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要受中共的恐吓 一直坚持到香港人民胜利为止 甚至是一直坚持到 中国全国人民胜利 全国变成了民主国家为止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再见